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我們要分析的是 毒Q注定之斬,喬巴 我們都知道毒Q很有可能就是來自 池谷王國 記得剛出場,毒Q就拎了一欄蘋果 拎得這欄蘋果這件事完全沒有邏輯 但這時我們就可以想 上一個拿出蘋果的是誰 巫婆也拿出她的毒蘋果 我猜這裡是在對白雪公主致敬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都知道白雪公主有七個小矮人 為什麼要提到七個小矮人呢 這時我們要回到喬巴的型態 喬巴可以變形的型態 剛好也是七個,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巧合 我個人認為韋田故意埋下彩蛋 不然拿出蘋果這個舉動太奇怪了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是偷取果實的物品 這幾個分析就知道 喬巴的敵人一定是毒Q 一個追求死亡,一個追求求生 病毒VS健康 韋田這種致敬方式真的太有趣了 做這影片時我翻到國外的網站 剛好看到這個評論 分享讓你們知道一下 再來我們講講毒Q跟希魯魯克的故事 假如他們都來自池谷王國 長得又十分相似 那為什麼池谷王國篇章 沒有看到毒Q 我猜毒Q那時候已經被判定為死了 但是被黑鬍子救活 所以毒Q才會有那種要死不死的感覺 每個加入海賊團都有他的理由 但是毒Q看起來非常懶散 看不太出來他會在別人旗下做事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猜想 他是為了報恩才上傳的 這樣就說得過去 為什麼希魯魯克以前的故事沒有毒Q 我猜他們是兄弟 就有點像活影忍者的劇情 帶土當時被認定為死了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還活著 所以他願意幫助班一樣 所以可以猜測 喬巴並不知道毒Q長什麼樣子 但有可能知道毒Q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喬巴被希魯魯克撿回來時 就沒有提到毒Q 那時候毒Q應該已經死了 希魯魯克可能跟喬巴有分享他的故事 如果黑鬍子海賊團跟草帽海賊團打起來的話 喬巴就有可能對上毒Q 而毒Q就會跟他說希魯魯克是他的兄弟之類的話 來激怒喬巴爆氣 這是我第一次猜測猜這麼深的一次 希望大家笑笑就好不要開噴 如果覺得這種影片還不錯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吧 對了留言區都沒有人來討論 讓我感到困擾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留起來 大家一起討論總比我一個人在那邊亂講好 我就來幫大家開個話題吧 你們覺得毒Q的故事會是如何 他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被黑鬍子救過呢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